实际上这个台风在过去一段时间走得慢了 但是离台湾已经很近了 就在台湾的旁边 那么随时都有机会登陆 也就是在未来这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就可能会登陆 大家还疑这个台风会不会直接登陆以后 就穿越台湾而过 因为它登陆的地点不是一个峡谷的形态 这个台风有可能在这里稍微稍是停留 然后再转过来 对台湾的伤害就会更严重一点 我们可以现在看到 这个台风目前的状况是在往这个地方走 然后这样子转下来 实际上台风不会这样走 它不会说是走下来以后就往这边直接转 通常台风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 就是它走过来以后 当它一旦走过来 它会在这里碰到山壁以后 台风会像球一样这样子转一圈 然后再站过去 这种情形叫做回转 台风一旦出现回转 在台湾待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目前台风对台湾各地带来的风力 就非常非常的强 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15级的阵风 那这个台风看起来未来是一段时间在台湾待的时间长了 又是一个跟台湾山地跟台湾地形平行的风 那么受到破坏的情况就不是很严重 那这个风就会一阵比一阵强 北部的风现在是10级 未来可能到11级或者12级的阵风都会出现 恒长风在8级左右 这样的吹下来 我看未来这段时间 北部的灾害不会小 另外就是一个降雨的状况 你台风目前这个位置的话 这个地方吹的都是比较偏北北东风的状况 那当然这个地区的雨势就非常的大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风的状况 以及台风未来的一些状况 从台风眼看起来 现在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慢慢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这些雨都会持续地增强 这些风也会持续地加大 每一个现象都会在蔚南这一两个小时 突然地增加 这是对北部来讲 南部现在只有风没有雨 因为台风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风都是这样走法 这种情形的风 它的走法 这样的走法 当然这个地区的南部的阵风也同时增加了 也就是十级九级的阵风 在高雄在台南就出现了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 就是无期的风 这个地方的风也是在增加 我们现在看到全台湾都在这个台风的范围之内 当然是风大雨大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 所以在北部的太平山 福山 靠近大西上游 靠近上巴林 下巴林 这些地区的短时间的雨量 就是每一个小时的雨量都在60毫米到80毫米之间 这个雨量假设一下子下个十个小时 那不得了这些地区的雨水累积下来再往下游冲 很多地方都要淹水 这个台风现在一点也不假 一点也没有减弱 它的风强雨大 现在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就看一看已经出现的风 我们这里出现的风是怎么样 在宜兰树澳是15级的阵风 15级的阵风 那个风压大概就在400公斤左右 一个平方公尺上面给它400公斤的压力 你想想这个风有多大 另外就是蓝雨 有14级的阵风已经出现了 花莲现在正在14级 当它登陆一刹那 它的阵风可能增加更高一级 另外就是彭加以13级 台中无期13级 这样的风持续下去的话 当然这个风不会减少 当台风通过以后 西南风一起的时候 在南部高平恒春 高平恒春以及台南这些地区的风 同样也会出现10级 10级甚至12级的阵风 所以这些地区都要特别注意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看看下雨的状况 雨也不得了 台云山今天早上凌晨到现在的雨量已经高达648个mm 上一个钟头它是每小时将近85毫米的雨量在这里下 所以再下几个小时这样雨量就已经会超过1000 现在我们所得的资料两天下来 昨天和今天的雨量累积起来 已经超过了800毫米 这些地区已经超过了500毫米 整个北部地区看起来 石门水库上面的雨量 哇 不得了 现在也在400到500毫米之间 这样的雨量下下来 石门水库一定会泄洪 目前的雨都下在北部这个区块 我们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个区块的雨从红变成紫色再变成白色 哇 这个雨量就 你看这个已经300多毫米了 这个地方的雨量两天下来已经780毫米的雨量 那这只是北部 当它一转成南部的时候 雨就从这边下过来 哇 那不得了 南部的雨量同时也在短时间之内 就有700毫米的雨量累积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个台风对台湾具有破坏性的滋留 以及破坏性的强风 破坏性的雨 大家要特别注意 要小心应付